电视WiFi全覆盖 医护24小时保姆服务 这里是湖北省武学市市委党校 往日的学员宿舍变身成为新冠肺炎集中医学隔离观察点 主导的服务让被隔离人员生活无忧不在单调 1月30号 武学市发布公告将市委党校列为集中医学观察点 为配合防疫工作 市委党校改造原有宿舍功能 检修生活设施 利用两天时间建好了可容纳90人的隔离房间 在这里 来自武学市肿瘤医院的6名医护人员转换了角色 医生张一鸣就是其中的一位 第一 我们负责收通引导隔离人员的日常生活起居 生活垃圾的处理 以及心理安抚 还有消防工作的开展 以及隔离通道 以及房间的消毒工作 有一日三餐的供给 还有定时给他们监测体温 近时的汇报 我们每天都要统计人数的变化 在隔离点 有不少是家庭成员集中隔离 为防止他们偷偷串门 工作人员需要24小时轮流值班 发现有特殊需求的 医护人员还会送上贴心服务 我们隔离点年龄最小的才一个月 由妈妈监护者 我们平时还负责她的奶粉采购 一日三餐也是重头戏 豆腐果烧肉 玉米烧火腿肠 肉炒包菜 西红柿鸡鸟汤 三菜一汤成为这里的标配 据介绍 截至目前 武学市委党校已经接受了174位密切接触者 其中有两位确诊患者 已送往武学小汤山医院 95位密切接触者 符合条件解除恶利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